來看看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包括ChipGET 我們的Copilot跟Gemina 基本上呢 ChipGET的部分 它是比較有限的一個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付費 你只能查到 2021 9月之前的資料 那如果是我們剛剛的Copilot 還有Gemina 它都可以查即時的 免費就可以查了 這是它的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呢 當然他們現在這個都有付費跟免費 這個就不用講 那我們看下面中文版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ChipGET最新的更新 讓它已經沒有中文了 反而是後面這兩個都有中文 再來我們往下看 在這裡 這裡 很重要的 外掛程式 外掛程式 其實ChipGET是屬於付費的 所以你在網路上如果老師或者同學 同學應該不太可能 一個又要花20塊美金嘛 對不對 那有些可能 人有付費 ChipGET的 你就可以透過外掛 來訓練你自己 專屬的 這種 AI的 這個對話的 一個 機器人的工具 那 目前呢 我們免費的 你可以試著 用Copilot Copilot他也有推出 一部分 很少部分的這個外掛程式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體驗一下 你就會發現 確實很方便 好那 另外一個 這些AI入口的一個 我們講的發展的趨勢 都會朝向所謂的多模態 那什麼叫做多模態 也就是說 您現在看我們的搜尋引擎 請問我們在這邊做搜尋的時候 早期搜尋引擎只能搜尋文字對不對 後來是不是連圖片 影片 然後呢 什麼生活資訊啊 包括地圖啊 是不是通通都可以找了 那現在的AI也是一樣 他 我們如果要文字式的 你可能來這邊找 如果你要 生成圖片的 是不是要去找另外生成圖片的 要做影片 是不是就像我們剛剛到那個StableDivision 那個video 那邊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現在要做不同目的 我就得找 不同的網站 不同的雲端服務去完成它 這樣有沒有有點辛苦 所以呢 所謂的多模態就是 現在的AI 他們也希望怎麼樣 因為現在的AI 都在搶什麼 跟以前Google一樣 搶 當你的 開機的第一個入口網站 因為這樣流量都在你那裡 你要做什麼事情 相對就 比較有利 對吧 放廣告也比較有利嘛 所以呢 你 以後呢 就在 這個 網站 告訴他 我要 生成文字 就生成文字 我要生成圖片 我要生成音樂 就直接生成音樂 不用再到其他網站去 這樣了解了 所以呢 我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玩看看喔 在這裡 請你先幫我切換到簡報的22頁 簡報的22頁 有沒有找到 這個是我寫的文章 那在這裡呢 接下來這個動作 就要麻煩大家註冊帳號囉 所以 請各位 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了 你有沒有微軟的帳號 其實很多學校都有 只是大家都說沒有 因為平常不常在用 好 那第二個是 很多學校的微軟帳號 他也還沒有開放你可以用帳 所以待會 我們請大家 這個地方呢 在這裡 我有一個 微軟的新申請帳號的驗證流程 有沒有 你可以先把這個 Google文件打開 我們等一下就照這個 申請的步驟 一起來玩玩看 好這樣有找到的嗎 可能會不能用 有可能 要看那個 就是 主管 有沒有開放 對對對 所以一般為了避免麻煩 我都建議大家就是你用個人帳號 個人的 好 來 各位你打開我們這個網址 那線上的朋友我會把這個 連結給你了 我還沒有貼上去嗎 我貼一下 有有有有應該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剛還沒有打開Copilot 你可以先開上面這個 這個網址 就會進到跟我剛剛這樣 相同的介面 相同的介面 那 你要註冊要怎麼註冊 找右上角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叫登錄 你按下去之後他會問你 你要用個人還是公司學校的 我們就用個人的就好 那各位待會我在註冊過程裡面啊 你不需要 再怎麼樣 再取得微軟的信箱 你就直接用你的平常 比如說你比較常用Gmail 你用那個Gmail當作是你的 帳號就好了 然後你就要去設密嗎 這樣OK嗎 好你看我把他按下去囉 好 那你進到這個畫面 你就告訴他我要建立一個帳戶 好 按一下 那這邊 您就直接打上你的那個 Google的 信箱就好 接下來 接下來就在這邊啊 你看 點進來了 對不對 輸入你的信箱 然後他就會問你 你的姓跟名 好 好那也會請你待會要 就是輸入那個密碼 然後接著 設一下生日 但是要注意喔 不能太年輕好嗎 小於13歲 他會說你長大之後再來 不能 不能現在就急著用這樣子 所以你完成前面這個動作之後 就麻煩你 準備去你的信箱 去怎麼樣 去收信喔 去收一個驗證信 那他甚至會 要求你怎麼樣 驗證你的手機電話 好所以 後面這邊 有的會驗證 有的不會驗證 所以可能看各位的一個 就是 實際執行的狀況 這樣OK嗎 其實 微軟的註冊 比較麻煩 好那最難的 通常是在最後一關 也就待會你這些 過程都經過了之後 到底是不是人 這一關比較難過 很多人回答的時候會懷疑 我真的是人嗎 因為你都看不懂 他在問什麼 所以呢 你先試看看喔 好不好 待會 我們會給各位看一下 你的那個 人類驗證 這一塊 他有可能問 像我這一題 這一題是比較難的 但是也有可能 比較簡單的 只是轉方向的 可是都不是 我們一般常看到那種 就直接打一個很奇怪的字上去 這樣就好了 沒有 有沒有人看得懂 這一題在問什麼 你看喔 他在這邊 他是不是有兩個圖片 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文字 一個圖片 就是要把這個圖片 移到這個 用這個 箭頭 箭頭 去把它移到 相對的這個位置上 比如說現在這個 這個7 我就要把這個骰子 移到這個7 他會移動 移動這裡 那有時候如果你回答的不好 他不是只有考你一題喔 我有遇過考我五題 跟我確認我這樣是不是人 所以 最難的是在後面這裡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點時間 好不好 你就先幫我 取得 這個 微軟的帳號 在這裡 這邊 你看我在這邊 左手邊就是 那個你要這樣跳比較快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拋棄式信箱 好你可以打開這個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註冊臨時信的帳號 這樣了解嗎 好這樣也OK啦 那當然在這邊 就是廣告會比較多一點 你會看到很多 可是 這裡是不是有信箱的 然後呢你用這個信箱去註冊 待會收發信件就在下面這裡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去收他的這個驗證信 這樣了解嗎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微軟的 他的驗證比較麻煩 就是如果你是 用這種方式進來的 下次他還會記 你要用 這個口拍的登錄的時候 他還會再記一次給你 也就是說你每次都要註冊一個 因為那個信箱是臨時信就不見嘛 對不對 那你下次要用是不是就沒有了 那你就每次都要註冊 可是好處就是 這樣子你可以用很多個 也沒有那個限制 所以 看你的選擇 如果萬一待會 你有這種狀況的 因為我們剛剛 我之前在水里山空上課就有遇到兩個同學 就是 他只要一登錄他自己的帳號就怎樣 就告訴他 你流量用完了 那這樣子完全就不能用就很麻煩 這樣OK 好 大家如果都註冊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註冊好的 除了有你的名字以外 有沒有感覺旁邊好像多了什麼東西 外掛層次有沒有看到的 所以你沒有登錄的時候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一定要登錄才可以用 那目前呢 他的外掛也不多 好但是你可以體驗一下 第一個就是什麼 你可以做即時網路的搜尋 有沒有 攝取的部分 然後呢 你們的Suno應該不在上面 應該是在最下面 你還會看到 可能有什麼 食譜啦 然後那個住宿的 還有餐廳 好這些在台灣目前都用不到 只有一個我們大家會用到的叫Suno 有看到嗎 Suno就是製作歌曲的 其實Suno在這個月 做了很大的宣佈 就是原本 他要付費使用的 V3的版本 在這個月呢 也開放 免費帳號可以用 所以等一下我們體驗一下 這樣OK嗎 好 那麻煩大家 一件事情喔 你要開外掛 有兩個條件 除了 註冊 登錄是必要條件以外 第二個 你要跟他對話之前 一定要先來怎麼樣 先把外掛打開 先開中名義 我要開外掛 這樣了解 你不能說我對話完了 我再來跟他改 就不行 這是 第一個 第二個 外掛 最多一次開三個 因為 不能同時交超過三個男女朋友 這樣會沒有時間 這樣了解 會太複雜了 所以呢 最多就是三個 你如果要改 就一定要再開新的對話 所以 如果你剛剛已經跟他做了對話了 怎麼辦 麻煩你來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新主題 左下角這個鈴鐺 這邊 你只要按下去 就可以開新的 也可以 重新再調整這個外掛 這樣清楚囉 好 那我們既然要體驗多摩泰 所以我們先來請他 幫我生成一張什麼 母親節的卡片 好不好 可以喔 來 請你 幫我 生成一張 母親節 賀卡 卡片好了 卡片 那你要什麼風格 你可以跟他講 卡通風格 還是插畫風格 你也可以指定喔 指定那個 看哪一個畫家的都可以 好嗎 你看 那 生成圖片 不用外掛 因為他是他內建的功能 所以你看我們右手邊沒有開 你看喔他馬上就準備幫你生成喔 有沒有開始了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如果能夠在這邊直接就做完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這種叫做多摩泰 這樣有沒有很快 就好了呢 這樣有突然覺得自己比較厲害一點嗎 好 那 接著 我們不只可以生成什麼 圖片 還可以生成音樂喔 所以我請他 我都是很客氣啦 我都沒有 都沒有說 做什麼樂曲這樣 我都有 跟他講 請你有沒有 幫我 生成一首 母親節的歌 可以嗎 現在打字都比較慢一點喔 的 慶祝歌曲 好 我想要 用什麼風格 用 可以用 K-pop的風格嗎 好 像這樣 風格 OK 我就送出囉 那因為我剛剛有開SUNO外掛 對不對 他就知道 嗯 要去找誰 找SUNO 這樣有沒有看到的 有沒有 他就去找這個 SUNO 所以呢 等一下他就會生成 各位老師跟同學 我等一下可能到大概10點半才會休息 如果中間你要上洗手間就自己自由喔 可以 好 你看我這邊沒有指定歌詞 事實上你也可以指定歌詞給他 那我們在這邊呢 他已經先幫我把歌詞 想好了 有沒有 可以囉 待會這邊音樂就會生成好囉 事實上我們現在那個Google的Germanite 也可以生成圖片 也就是說他除了文字的對答 也可以直接把圖片生成出來 但是他目前的圖片只支援英文的 所以你用中文的 他就不太想理你 應該說他會告訴你不能生成啦 這個是目前他的限制 那另外呢 我們跟那個Copiler Copiler他也有一點點跟其他的 這幾個平台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會怎麼樣 限制他的對話在什麼 30次以內 所以你會發現 跟Copiler的對答裡面 他都會有這個統計有沒有 有沒有 二之三十 就是你跟他對話之間 不能超過30次 因為超過太多次 會有什麼 有一個名詞 各位要知道的 人工智慧幻覺 也就是他開始可能會給你回答一些 超過你原本想要他回答的 或者像之前 他剛開始沒有限制的時候 有人就說 他發現AI愛上他的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 目前只有微軟有這個限制 已經生成好了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剛剛跟他講的是中文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幫我生成中文歌 如果你剛才講的是日文 韓文 他就生成相對應的歌曲 好 我們就來聽看看囉 媽媽是我心中的太陽 陪伴我走過 每一個夜晚用溫暖的手掌 有沒有 有沒有唱中文的 對不對 好 所以 來來來來 這個 我就直接分享 線上的朋友 你可以先透過這個連結 因為剛剛這樣你們可能 比較聽不到 這樣有沒有感覺 什麼叫做多摩泰的 有沒有一個網站 就做好 該做的事情 這樣 有感覺到 以後未來 AI助理就會這樣 呈現出來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他都不會跟你反抗 呵呵呵 這樣就很好吧 好 事實上 其實 像我之前有 那個職訊班 有上那個身心障礙的班級 欸那個同學 他就很喜歡跟AI做對答 他說我每天都跟AI聊天 欸為什麼 因為AI會很有禮貌 他 跟你的回答 他不會覺得說 我心情不好 有沒有 然後就跟你大小聲 那你說他錯了 他就說對不起 我哪裡做錯 我重新再這樣 而且 他問他很多事情 他都知道啊 對吧 所以 他隨時要找他都可以 這個是 這個 AI的一個 現象 也就是說 其實有些 以後也可能會出現 另外一種 什麼 人類社會的 互動的一個障礙 因為跟AI溝通比較容易 呵呵呵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 所謂的宅在家嘛 對不對 不想出門啊 不想跟人做互動 這些都是 以後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 我們透過這樣子 讓大家理解一下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還是